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已经被检方约谈了 可是他现在却不见人影 可见是涉嫌重大 如果邱玉讲的这件事情 指控是事实的话 那恐怕真是一桩非常非常严重的丑闻 所以新闻总会呢 今天也一整天都试图要跟林坤海董事长 以及他的特助来联络 可是他们都没有接电话 所以一直到我们这个录影的时候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联络上他们 但是倒是三立电视台 今天呢已经站出来 为林坤海打包票挂保证 我们就先来听一看 这个整个的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各方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 三立懂做林坤海操作赌盘各方的说法 三立发言人张振芬说 绝无此事 他没有操作赌盘这件事情 董事长林坤海今天如期上班 没有出国 他人在高雄 高雄地检署方面他们讲法是说 检方确实曾就选举赌盘的案件 发出了传票 但是不便透露传唤的对象 对于邱逸的指控 检方不变就各案发表评论 然后陈其迈发言人讲说 邱逸是根据一个大家都没看过的报纸 是不是违反了侦察不公开 或者是检举人跟邱逸有关 令人质疑 但是到底什么是林坤海涉及到选举的赌盘这件事情 我们先话说从头 从邱逸的指控开始听起 所以邱逸讲的是说 这个选举的赌盘是可以这个赌盘是可以操作选举的 这当中的MEGA到底是什么 到底这种赌盘操作选举情况有多么严重 林坤海到底有没有涉及到 他是不是幕后的出资者 甚至是主使人 这个各种的疑问 我们今天要来一探就近 先请教一下 小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赌盘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说他现在说林坤海出了3000万 去买这个赌盘 然后呢找了一万个人头 每一个人3000块钱 告诉他们说小胤如果当选 每个人可以再多发2100块 让这一万个人当作他的装脚 去四处拉票 这当中的运作是这样子运作的 他不是直接找到一万个 他就是先譬如说找个100个 100个每个人3000万100个人去分 然后就要分 就像老鼠会这样分 那分了以后 就是你得到3000块你就去押注 押注以后告诉你 如果说譬如讲是蔡英文赢 那赢你可以得到0.7 就是3000的0.7 就是2100块就这样算来 所以你就总共可以拿到5100块 就我给你3000块 你又押赢2100块 是那我一毛钱都不用出 我如果是人头的话 那我一定要某个人赢 因为我要去帮他拉票 他如果输我就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我压下去了 所以我如果是当这个一万个人头之一的话 我拼命去拉票 小英赢了 我可以拿5100块钱 对5100块 那我被锁定了这些人 当然就是大家在高雄地区 大概知道说哪些人是比较蓝营的 就是说还是会知道 就你在地方上的感觉 所以他们是专找蓝营的 然后 当这个组装脚这样 当装脚 那他们去 可以这样去赚钱 所以他们这一次是用这个手法 就把蓝营的票整个转过来 因为第一个 一来一来就两万票了 因为第一个你自己拿了钱 一定会 会投 会投小英 另外一个为了能够再多拿一点钱 你还要去拉票 拉票 拉自己周遭的人 这个比 这个比会选厉害 会选你拿了钱给人家 人家不见得投 这一招蛮凶的 创下的了解呢 其实基本上这种东西是一种 买保险的一个模式 买保险就是说 第一个呢 因为现在他们是赌盘 所以你挺多就是 用赌博的罪来抓他们 但是赌盘的意思就是说 他拿的 他没有现金 所以你不能用会选抓他 他只是一张签单 手上保留了一张签单 然后这个签单里面 就是买了保险 你拿这张签单 你要赚这5100块 选后见真章 所以这个叫保险 就是说如果开票出来 没有这回事 那抱歉 那这笔钱就不出了吗 我想 这个比一般拿个什么 走路工啊 500块1000块 要高档太多了 这叫做 跑路工 跑路工 这叫五星级的吗 五星级的一种会选吗 如果说这个邱玉讲的是真的话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招的一种买票 其实讲起来就是买票了 就是买票了 但是他这个方法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 你很难抓到证据 所以呢 其实现在买票有很大的风险 就是说 其实现在你看都在检举 抓得很凶 对啊 你说什么新北市不就已经一个被抓到了 所以他的儿子是议员也躲起来了 然后等等 其实这些部分 你今年抓得排人凶的 通过什么村里长那种 对对对 都已经不实了 这些都是 而且你其实很多的东西 大家通风报信 彼此今天都知道 所以你一不小心呢 被逮到了以后呢 这个录影存证 其实吃不了兜着走 赌盘高级 你不但是没有当 没有办法当选 你自己还要持官司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 你来无影去无踪 看不到任何的 你真的问的时候 那我就签而已啊 我就是买一张签单 对 而且我最起码 我可以保证这一万个人 都已经 票已经到手了 他们能够再去扩张多少票 不只 对对对 老跑十万 一定要这个结果成真嘛 就某个人当选要成真 才拿到这五千多啊 那恐怕是拼了面去 对所以不只是这 这一万人自己一定要投进去 可能就要拉更多人 所以如果真的是 真的话 这一招是还蛮先进的啦 五星级的买票 比一般现在的那种 走路买票 跑路买票 还要跟高明 就是为自己而跑 不是为自己而跑 你真的是 这有动力的你知道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商业模式 放在这里是不道德 而且违法 创业说不违法 当然违法 这是契约行为 契约 就如果某某的 没有人当选 那要被当选 对啊 那要被抓到才行 这算契约啦 是啊 那能不能证明他 我最近这是检察官的事 不然我们付钱给检察官干什么 检察官这么厉害 所以林外竹林桃花三两只 春江水暖 押先知 他们押在哪里先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表现他头脑非常的高 但做一个媒体的董事长 应该是站在制高点 我们现在不知道昆海兄 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做 我们也没有证据 希望他不是 但万一他是的话 我们不知道啊 如果他是的话 真的是令人失望 因为媒体站在制高点 白居就劝告他 不要干这个事 白居怎么讲 你现在就请白居易出来 有用吗 天平不是太平 太平就太惨了 天平山上白云泉 云自无心水自弦 何必冲奔山下去 更天坡浪向人间 你这种媒体 你这站在制高点 你也许有立场 但是评论总是要比较公正 至少做到形式上的公正 你自己又跑下去 本来是要当裁判的 就裁判自己又当求援 可是后面那个发言人 就是有点瞎了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最大在意胆 有可能执政的发言人 先问的是侦查不公开 不是 大家都没看过的报纸 这第一个这个报纸 应该告陈其迈 侮辱人 7-11都买得到 我刚刚来说是买了两份 怎么看不到 真成的真 早成的成 The Real Morning Newspaper 所以邱易是因为这个报纸 先登了 以后才开始 去追这个事情 然后才发现说 林姓跟还有一个黄姓 黄姓好像跟 八大行业比较有点关系 是他们两个人联手 邱易的指控是说 他们两个人联手 出这三千万还是林坤海一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三千万 这是他们的第一步 因为这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因为他们在地方坐了 其实当然有一些装脚下去活动 那被检网抓到两个 现在这两个已经受压了 一个姓杨叫朱姐 你的 一个男的叫阿吉阿杰拉 就是说他们已经被抓起来 姓黄 对 那现在被受压了 检方问说你们怎么做这事情 他供出来的 他现在供出来对林坤海是不利的 那检方就发传票 就说你要来说明 所以你检方不会无缘无故发个传票 说找谁你来谈一谈 有人讲理 他是有人讲出来他了 板桥那个曾文正立委 无党级的立委在板桥显 检方把他受压了五天了 叫他儿子 因为儿子是 儿子跑了 是一言真换家 说你出来说明 他不说明赶快跑 那表示是有 五天了 你爸爸被关 你都不关心一下 那现在我们这个案子 已经被讲两天了 林坤海不出来 社会上会认为说你一定有 不然你怎么不出来 所以如果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一个媒体的董事长 去涉及到 去搞赌盘 然后去弄这个操作选举 这么严重的指控 而且你自己是做媒体的 这关乎到你整个媒体的一个 公信力的存在 所以你要不要出来 要不要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定要出来讲 而且还怎么样 而且还要告邱毅啊 他听说是不能出来啊 为什么 因为检方给他传票的时候 他说他出国啊 检方说你出国 那等你出国嘛 结果被邱毅报了以后 他说我人在国内啊 我人在国内啊 所以我相信邱毅的消息 他也认为 邱毅昨天为什么会讲 林坤来出国 他一定也是消息管道说 因为他跟检方请假说他出国嘛 那他今天就说 我在国内 这个涉及为政 没关系 林坤来出来叫出海 林出海 既然在国内 而且还在上班 那就出来讲清楚嘛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你自己还有个电视台 这件事情很严重到 他已经是一个新闻了 那你们自己的电视台 也可以把它当新闻座 然后让你们董事长 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但是今天三立新闻 一个字都没有 这样到底是在挺他的董事长 还是在害这个董事长 还是让大家已经 对这件事情 有了一个定论呢 董事长可以接受 郑隆瑜专访 向人民报告 说的也是 我们再也再回来 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幕 待会儿回来 因为空手道 我有不一样的未来 用百分百的努力坚持 就能改变命运 出人头地 光泉先入 寒冬送温馨 要您帮助偏向七少年 开创光明人生